接下來要分享兩個直播平台 第一個就是Twitch Twitch呢是歐美還有台服玩家會用的直播平台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各種厲害的實況主 在開台 然後你就可以點進去看他們實際上是怎麼玩遊戲 他們是怎麼用一些職業來打出高傷害的 不過呢現在看直播時間比較差 兩個原因因為呢 現在在開懷舊服的台的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前面看到的可能都會是懷舊服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因為永恆宮殿也已經開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說那些高強度的拓荒團他們都已經比較少開台了 可能是會在M的農團的時候會開台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看一下實況 那美服跟歐服他們 每個禮拜的重置時間是 我們的星期二跟星期三 所以說如果 我們要看歐美服的玩家 厲害的玩家 他們去農M的永恆宮殿的話呢 我推薦大家在星期三的晚上 可以開Twitch 也就是明天晚上 他們那個時候會開台 農M的永恆宮殿 我們就可以去看一看 然後台服的重置日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晚上 Escar還有Fortune 他們在農M團的時候也會有人開直播 我們也可以在那個時候打開他們的直播 看他們是 具體是怎麼 使用他們的角色 然後要怎麼把這些職業跟天賦 發揮的最好 好 然後第二個是 鬥魚直播 鬥魚直播 我是之前 在世界首殺爭奪賽的時候 有吉天宏 阿爾法 還有天涯 這三個很厲害的工會 都是世界級的工會 他們有在這邊開直播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也會看 鬥魚直播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 這個 葉洛 葉洛出東的盜賊 他是吉天宏的一個人 他 也有打 MDI 大祕的比賽 然後他打團也是很厲害 都是世界前十的 這個YD他是天涯的一個戰士 這兩個人都是非常厲害的 大家如果要看 中文台厲害的玩家直播的話 除了看台灣以外 看大陸的直播也是蠻好的 好 我們接下來 還要再介紹 看影片的網站 看影片的網站的話呢 就是 YouTube YouTube的話 我這邊開的是 Messer他們打 M的永恆供電的播放清單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他們打1到8網的一些 攻略影片 這些影片呢 其實 對於 你要如何 提升自己的 手法來說 是沒有很好用的 因為在這邊放的都會是多視角 就是他會一直切換 不同的 玩家的畫面 所以我們 不太能去看 具體的操作要怎麼打 我們都知道 Messer他們是 世界上執行力 最好的團隊 他們也是 可以研發出很厲害 戰術的團隊 所以說 我們在看Messer的這些影片的時候 我們其實應該要看 這些網應該要怎麼打才比較好 你要了解網的流程 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也可以 很大程度的 提高你的 傷害輸出表現 尤其是最後兩個網 達奎爾跟 艾薩拉女王 我強烈 建議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要來看一下這兩個網的過往影片 這樣子我們在打的時候心裡才有個底 知道這個網 接下來會有什麼 不同的技能出現 應該要怎麼應對 看看人家厲害的團是怎麼打的 這樣子也可以 有助於 幫助我們的拓荒 再來就是 Bilibili B站 之前我在練戒律木的時候 我戒律木比較不熟嘛 大陸有一個很厲害的 戒律木玩家 他就會把他的攻略影片 傳到B站上面 我就會在B站上面看他的一些打團的視頻 在B站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直接打 中文 來 搜尋一些 攻略的東西 那在YouTube的話 就是打英文會比較好了 這兩個網站其實都有很多資料很多影片 可以看 因為那些自己打團打得好 比較厲害的人 那些實況主 那些主播 他們也會自己把影片給 結錄下來 然後傳到他們自己的 B站頻道 或者是YouTube頻道上面 大家都可以之後再來 點來看 實際看人家是怎麼操作的 對自己的 一些傷害輸出啊 還有怎麼放技能 都會是 很大的幫助 打開動作的 對自己的 你也有 在這什麼 你也會說 你也會說